这不是哪个郊区 而是在高雄市区 没想到市区也能有这样的古厕体验餐厅 这栋百年老座很有味道 场上还留有斑驳的岁月痕迹 走进古厕 里面是宽广的用餐空间 还有冷气空调 因为主座里刻满 立刻只好选择外头推自然风 鲜奶碗招牌原味粥 是南部常见的饭汤形式 里头有鱼、虾、蛤蜊、丸子 汤头鲜美 用料丰富 处女群粥是店内最贵的粥 白饭和整只处女群熬煮 因为蟹膏的关系味道更香浓 不过处女群小了点吃不到什么肉 还好粥里还有干贝、蛤蜊和鲜虾 吃粥之外 再来盘炎炎香煎干贝和酥炸澎湖小卷 吃起来更尽兴 不过秘密客听朋友说 他在这里吃粥花了5万元 究竟是什么回事 原来老板在餐厅后方辟了一间木雕展示区 5万元是他吃完粥买了一件木雕的缘故 卖周兼卖目标 老板真的很有生意头脑 动新闻高雄报导